西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一个人可能特意丢掉某一样东西 因为他再也不需要那个东西了 但我们通常不会特意丢弃我们的信心或是勇敢的心 信心与勇气的失落 多数是由于不小心 由于疏忽 我们不看重信心 以至于失去了信心 信心失去的结果就是灰心与恐惧 人生将会一无所成 因此保守我们的信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多用你的信心 不用就会忘记 就会失去 保守信心的好方法就是用它 同时呢 信心越用越增长 信心产生信心 如果你害怕人的话 则惧怕产生惧怕 神自己将要使你惧怕 如果你失去了信心 快点找回来吧 在基督里 你可以找回你所失去的信心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信心 好好保守你的信心 使用你的信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西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节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接下来 大家可能会否赢了 因为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